请记得点赞 订阅 转发 谢谢 我跟小明刚才翻过雪山下来了 现在我们刚才呢是站在这个角这儿 对吧 然后我们走下来 走下来我们现在就在这个三岔路口这儿 那么这个前面可以从这儿一直到这儿 对吧 都是green space 对绿地 就是说一直看过去 看到那个有一个建筑的一个小小小标志的一个地方 或者有个车的那个地方 就是那个一直到那边都是这两边都是绿地 所以说对于这两边的房子来说 它就是中间是隔了很多 就有很大的一个距离了 很大一个距离 虽然你家的这个院子可能比较小 但是外面公用的还是很大的 对吧 而且就是说这边你可以看到 它已经把这个铁丝网的这个栅栏已经围好了 就是你后院已经有为来了 就是从你家出来以后就是一个天然的这个很大的公园可以这么说对吧 对 对我就想带大家 后面这儿就是湖 对位置上来说 第一个它又是work out 然后呢又又面对着这个湖 对吧 或者说是英文它就是胖的了 导播是一个但是还是很大的 这个这个胖的还是挺大的 而且你出门就是很大的绿地对吧 对对 哇哦 所以可以看到那个远处你看这个就是出来走一走就非常舒服 哇这边在这边绕着这个湖走一圈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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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圈是非常舒服 就大家可以呃很直观的看到什么叫work out的对吧 对 前面是看到就是两层但从后面开始三层对吧 然后但是因为它这个房子盖的宽嘛 我以前就是跟豆姐看房子我们都说过的就是它后院就比较少 小嘛啊 对吧 但是你说这个天然的这个都是都不是说是你家的就是你都可以很 对啊就是等于说这就是你虽然是公共的对但是这就是在你后院的就是一个对啊 你看就是就是这样的你等于是有台阶你有个门下来以后就是就是就是 其实我还比比较喜欢这样因为如果是你自己的地方你自己还得还得打理 还得割草对啊 外面反正就是有都有人割草对对对对对 所以反而反而更加好一点我觉得好对吧嗯 所以你看那边那个远处还有一个那个孩子玩玩的那个playground 一个公共的一个playground 对我们等会走过去走近一点可以看一下 行行那我们不急 对你看这个结了冰以后都人都可以在上面走了 啊对这边结冰之后你就可以直接从这走过去吧走到对岸都可以 我们以前拍的都是里面的呃房的啊什么嗯 但是很少就是介绍后院啊就大家可以远处都可以看到 你看他后院有有围栏嗯 或者你做做了那种阳台出来的对吧对光线就好的时候 哇那阳台真的是很舒服对又大对然后上面放个烧烤机啊什么的哎 是的是的呃 然后你看了这边呃我们正好给大家看一下你看这个工人正在施工嘛 嗯对吧他这个就建起来呃他的fondation 而且地基都是水泥的看到对吧这个都是水泥的直到后面上面又是木头的 结构是木头的但地基什么都是水泥的大家都能看到的对吧啊这个就是刚刚才做完呃做完地基的你看他们这些老外都穿着T恤在上班哈哈哈哈 你说是不是啊那我们的很新对那个老外基本上都是穿T恤在上班 大家看到以前我们呃介绍过的这个就叫小独重嘛对吧就是说他的车库是在后面的 然后前面是没有车库的不像是前进式车库嗯这样的一个房子 那么他现在也在呃销售中呃如果有兴趣也可以大家了解一下就是大家还记得就是说呃有那种上面可以盖阁楼的那种小的啊 就是那个房子呃呃然后我们转过来我还想给大家说一下你看呢这些呢都是single house啊 对吧都是独立屋都是独立屋但是呢他们的这个地上是有区别的呃就是我们在那个名词上有一个叫convency就是传统的地和这些我们叫zero lost line 到时候我会跟大家呃这具有实际的密度我可以跟大家解释一下我们就走到这儿就是跟大家这个说非常直观了就是说这两个都是single house 但是中间的这个距离可以看到非常窄只有四个feet 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房子是沿着他的这个property line就是你的地界来建的就是这边从这个比如说156啊这个房子他家就到这就属于他这边的地不属于他的这边的地对这个是属于他的就等一边能走啊啊 因为建fans的时候也是紧颜的紧颜这里家那个来建的而不是说建在这两个中间不是的对所以你只要看到那个fans是沿着这个房子来建的那就是zero lost line ok你知道吧那这个你看他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省地嘛因为一点一点的省他最多能就能够又省出个这么一两个房子来了 对对对他就是这个区别就想跟大家说一下就是为什么有的人说哎呃我这个房子面积一样的为什么他会贵一点我这个便宜点或者我这个为什么就贵一点那个他会便宜点呢因为在地上也是不同的对因为地大地小的话他这个价格还是有区别 我们现在正好走到一个呃就是正在做这个foundation就是地基的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把这个土方挖空了以后对吧他就这个就是做开始做地基然后他会做那种frame上去以后来做这个东西就可以看到他就是挖下去那么深嘛对吧好嗯嗯 所以说呃为什么我们以前说地下他不会冷也是因为这个原因他在地下对好有好深的一个位置然后你看我们现在就刚才说的给大家看一下就是呃没有建好和建好的这个那个地方对吧能看到这个zero lost line就是呃靠的就是房子很近就四尺这是什么感觉对非常因为现在就是越来越多的建筑商就是会选择这种这样的话当中他的地就能省出来 那可以多盖那么一两套房子对对这个就刚才是没呃正在建的现在是建好的你就能感觉出来他这个呃中间的这个距离呃今天我和小明呢又到了一个新的一个社区呃这个可以说是完全是brand new就全新的就是一个房子还没有盖一个房子也没有盖起来的一个情况呃呃呃他这边呢就是可以看到呃跟这个一街之隔 这个就是一个everston已经开发十几年的有些地方已经很成熟了这个是个比较新的设计啊那边有Tin Houghton啊Sobe啊然后再往前一点那边有Warma啊呃呃就是非常成熟的 对他这个是everston是个非常成熟的设计对而且你可以看到这个这个新的电感啊它是两边的嘛对吧那以后就是它会是还有车道要修过来的就是讲起来那边是两车道然后还有两车道要修过来 所以以后以后也是个大路对吧呃呃所以说这边你看整装待发应该这么说你看所有的东西好多的那个正型机械都在这儿了已经准备开始要三通一平是吧对但是你看前面的它已经全部做好了就是这边三通一平都已经做好了这边已经做好了你看这个只要你看到这有水表的那就是就已经做好了就做好了如果如果他们对吧然后插了一个小杆子就告诉你这边是什么情况 嗯嗯但再远的那边他可能都都在做这些东西你看啊看到没有热火朝天进行中对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这未来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社区嗯所以说呃卡尔加里也好这个未来的发展还是很多很多的一个真的是有很多机会 然后也在不断的城市在不断的往外扩张在发展当中对吧就可以看到这边就是呃呃我到时候会上一张图给大家看一下就是说呃这个Face One就第一期已经在预售中了大概三四月份的时候就会有具体的信息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呃跟我联系然后再了解一下 啊然后我们可以可以远远的看到那边是正东嘛东朝东的方向嗯那那边就是Livingston和Carrington啊如果要朝北一点的就是Livingston啊 然后朝南一点的呢就是Carrington就以前三年前的那边就跟这边一样的就是一样的了对对什么都没有的什么都没有 对当时开发就是这样子就是一步一步的往北所以我们刚才呃呃呃那些那些地方就是跟大家介绍的就是那一片区域好对吧呃然后未来就是还是有很大的发展的那今天非常感谢老杨了在我们到处走了一圈对了解了很多朝向啊呃有一些大家都不注意的一些小 小的方面小的方面对吧对吧所以我在买房当中以后就会比较注重对就是说如果选新房其实有很多需要注意的地方如果你从来买过你从来没有买过的话确实是呃这些细节还是比较比较复杂的好吧嗯好那就这么多谢谢